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举杯庆祝再与归来的香港国际美酒展 展览踏入第六届混习新、旧世界的葡萄酒商 带来多款环球佳药 好似这枝限量版的人头马干入 采用1200种有40-100年历史的Eau de V 被解作生命之水的水果白兰地调制 全球只生产350多枝 这枝的珍藏定价大概是50万港元 用艾菲尔铁盒的瓶装着干液更显法国风情 至于这枝在法国南部生产的玫瑰红酒 据闻是法国王族和著名作家凯明威的心头号 在这些年代的中国国王主义都喝了这种酒 所以已经已经被吸引了几百年 我推荐它在澳大市市场 因为它很适合在地球和烤鲜食品 它是混合了白酒和青酒 很贵的热情 意大利亦有不少优质红酒 为了确保高品质 这间酒庄宁愿是停产 也不会用收成欠佳的葡萄酿酒 西班牙也有多款家药 它的产量仅次法国和意大利 是全球第三大葡萄酒生产国 近年亚洲市场喝求西班牙美酒 香港头9个月进口的西班牙酒 总值1,200多万美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近24% 作为今届展览的伙伴国家 西班牙一共有超过90个参展商 来到香港寻找商机 包括这个以家庭形式 经营了近200年的酒庄 香港是非常重要的市场 首先,酒品的文化在香港增加 我们很容易卖酒 因为酒店没有购买 这代表买酒 是像在家中卖的市场 像在家中卖 南半球的佳阳在亚洲也受到热烈追捧 泰纳葡萄酒在国际比赛中命列前茅 酒庄的旗舰酒更是备受酒评家推崇 而这支酒产自纽西兰的环保酒庄 让做的过程避免用机器减少摊排放量 前政务司司长 著名红酒收藏家唐英年也亲临会场 他认为美酒展的参展商和产品的质素 交货网显著提升 我走了一圈之后 看见酒的种类已经很多了 由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各地的酒都有得选择 再加上有很多都是很大众化的 因为这么多选择 对于香港的消费者来说 其实他们真的有很多选择可以慢慢品尝 对于我们的消费者 他其实多了很多选择 认知也深了 经验也丰富了 这家美酒展有来自四十个国家和地区 不超过一千个参展商参展 展出的酒类饮品多不升素 除了是红酒和白酒之外 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好像这支法国离口酒用姜 混在红豆、蜜糖和人参来养